不太了解 甚至台湾的花衣设计 也不是世界有名的 所以他觉得不需要来 后来我们 好说歹说的 劝他中共你来了 那他的看完以花博会 印象蛮好的 所以隔年要办这个 Chelsea for our show 我们要事先预定 每年的四月五月初办 四月底五月初开 大概一个礼拜而已 前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我们就要预定场地了 因为它有六百个摊位 它是像巴蒙古包一样 你们如果看过这个花衣展 你们就觉得台湾的花衣没什么 我不是说典译台湾的 所以你说叫我去台湾 看什么花海 老实讲我没什么兴趣 因为到处都是人 然后我也没车子 所以即便是我太太 是台中新社人 台中新社有花海 对不对 现在后年 我跟他结婚二十三年 一次也没去过 这个台湾话叫什么 金庙七神 你们听过 静庙七神 你离庙最近 你的家里就在庙旁边 你从来不去拜拜 就像我在纽约六年三个月 我从来没有一次上过 纽约的帝国大厦 你想不想起 走路不过才十五分钟 一直到2009年 还是2010年 我回纽约的时候 才第一次以观光客的身份 不是在地人的身份 上这个帝国大厦 去上这个 这个 这个 金玉蒙 以前有个电影叫金玉蒙 后来McRyan跟谁 Tom Hanks演的电影 就在他们在那个 Empire Stability上面重逢 还有那个 那个谁 大陆演员叫黄秀坡 是吧 吴秀坡 跟汤韦 他们也一个 类似剧情的这个 这个 是吗 我上去过几次 等一下 有机会 我本来想用911的开场 可是那个 那场 不是要讲911 因为那时候他在 但是跟各位分享 这个东西女王来 不是凭空得来的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 外交工作 外交 台湾的外交工作 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我们只要有任何 正面的进展 没有办法让民众 充分的分享这种资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讲出来 中国大陆在打压 好不容易 我们自身的爱苗 就没有了 我们跟一个 不是非邦交国 我们自身的一些 友谊之苗 爱苗就这样 中国大陆就会来打压你 所以有很多东西 好的事情 没有办法说 民众当然对外交自然无感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外交工作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 我们希望你感受不到外交的工作的存在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享受到外交工作的成果 我为什么这么说 166个国家给我们免签证 落地签证 对不对 我们的护照现在可以啪啪照 以前叫车轮牌 因为那个国会嘛 很难看对不对 大家都说不好看 可是现在叫日不落牌 就像早年的英国帝国一样 这样日不落帝国 我们的护照 你只要 我们的护照166个国家 已经让你可以到全世界 人口90%的地方 让你去 都可以用我们的护照 不用签证 你不用去盖手印 你也不用 不用去照 瞳孔 这个 照相 你也不用去面谈 是不是省很多时间 第一个 第二个 省很多钱 我们一年有1500万人口出国 来台湾的观光客 将近1100万人 去年比较少了 你看1500万人次出国 如果一个签证费 3000块来起算的话 每个国家当然不一样 你一年可以替台湾人 省下多少排队的时间 省下多少签证费 好几十亿 另外 你心里的感受 那种尊容感 那种很爽的感觉 就觉得很有自信的感觉 是金钱换不来的 所以 这种东西都是我们在海外打拼来的 但是我们耕耘了这样的成果 你们看不出来 但是不是上天可怜我们 或者说人家可怜我们 我在英国的时候 弄了9个免签证 这些国家 这些地区 它不是国家 它是地区 以前叫海外殖民地 现在不叫海外殖民地 1900年 1970年之后 譬如说 什么 是布罗陀 听过吧 那个是我弄来的 在英国花了4年半 弄了9个 没有人告诉我要做 有外交部教我们要做 民众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做 没有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做 因为这个是告诉世界社会 让台湾 那个 让国际社会肯定台湾的公民素质 对不对 我们去不会 非法打工 不会预期拘留 也不会做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可是中国大陆 它的邦交国有170几个 真正给它免签证的国家 它说56个还是55个 我不相信 因为他们灌水了 为什么呢 它灌水是把 很多他们官员出差到当地 当地政府给他的所谓的免签证 或签证优惠待遇算进去 一般民众并不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公民素质 这个台湾的护照能够跑跑 要感谢各位 因为我们的公民素质都很高 你们是广义的外交官 你们的穿透力 你们的说服力最高 我们官方代表能够接触到对象 毕竟有限 但是你们一出去 我们每年一千五百万人出国 你们这个穿透力 是很强的 你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举止 跟他们互动的经验 这种体验 让很多国家觉得台湾民众素质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欢迎我们去 第二个我们台湾口袋 虽然虽然没有大陆生 但是还不错 所以到当地我们消费 消费得起 可以对当地的经济有帮助 英国在2009年3月1号 给我们免签证待遇之后 我们事后从英国外交部拿到一个公式 什么公式呢 一个formula 他们计算台湾人 我去英国工作的时候 2007年12月半签证 签证会8千块台币 因为那是工作签证 比较贵 那即便是一般的签证 我想两三千块 三十千块是跑不掉的 他们精算过 那时候观光课才一年去台湾 台湾去英国观光 大概三万多四万不到 他们精算如果给我们台湾的民众 免签证待遇的话 预估他们签证费不收 这样的损失 远远低于台湾人去英国观光 在当地的经济的消费 那经济消费力最强的是什么 奈及利亚 平均一个人在英国待七天到十天算 1500英镑 第二名是中国大陆 这个是四五年前的数据 台湾的人大概 起码没有1400 大概有1000磅 800磅左右 所以台湾消费力还是蛮惊人 最重要最重要一点不要忘了 台湾的护照 的制作的水平 国际有名的 为什么呢 制造的模仿 被伪造的难度越高 是不是就越有保障 因为各国在入境通关的时候 他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再去辨识说 你这个火车今天还给 看不出来 然后因为中国大陆跟我们长得很像 我们的护照消息现在十年 各位知不知道台湾的护照消息 自从有免签证的这个待遇扩大之外 我们的护照黑市行情一本多少钱 十万什么 十万台币 再猜猜看 我今天没有带礼物来 我们用美金计价 我看不起台币 不是啊 台币太小了 不能看不起台币 我还是很喜欢台币的好不好 台币太小了 8000美金 不要小看自己 台湾全世界二十大经济体 7万到10万美金 但是我这样 我这样民事各位 不是叫你们各位去倒卖护照 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护照消息十年 你的消息越久 当然这个 你的价值越高 好不好 但是就是说 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护照很受欢迎 护照受欢迎 我们的公民素质高 我们的消费能力强 还有我们第一时间 当地的政府在海关移民局 发现我们的护照 感觉伪变造嫌疑的时候 他们可以透过第一时间 电脑连线也好 或什么相关的机制 跟我们确认这个护照是不是真的 或是假的 所以这些四个重要的因素配套起来 让很多国家 很愿意给我们台湾人 免落签证的待遇 所以因为有你们很好的素质 让我们外交人员在海外 推这块 推的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我还是花了四年半 弄了久的国家 英属维丁群岛 英属开曼群岛 直波罗陀 福克兰群岛 福克兰群岛在哪里 跟亭外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你没听过 特克斯岸 全岛 在南大西洋 70几个人 居民 听说洋有4000多头 那个地方当然飞机到不了 都是坐船的 我刚刚讲的几个地方 除了直波罗陀有飞机器 大家都在坐船 坐游轮 Cruise过去的 因为他们都是观光据典 还有叫Angela 在加勒比海 美国南边Angela 2005年 他们因为火灾 1996年 2005年 他们因为火山爆发 所以整个岛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被埋掉了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成建 他们的资源都是靠 财政都是靠英国政府支出 还有一些荷兰的 法国的海外领地 北欧一些国家的海外领地 他们基本上财政支出 除了靠观光之外 最重要还是要靠原来母国 给你的财政益柱 那讲到这个呢 为什么女王要来 我们是写信 台湾不是英国的邦交国 怎么办 人家为什么要理你 对不对 女王一年的关事节目这么多 为什么要来看你的花展 我们就要开始铺陈 铺垫这种工作 第一个 台湾兰花真的是很好 那时候八年前十年前 全球的市占率 蝴蝶蓝 我讲蝴蝶蓝 全球市占率大概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只要是美国跟欧洲 可是我们的花 我们的切花竞争不过荷兰 荷兰为什么 荷兰的物流系统太厉害了 它有它的历史背景 因为荷兰人很会做生意 物流系统早年 它就建立起来 还有它培养 郁金香 有没有 你们去看那个 Buckenhof那个花园 它每年的 培养这个花 育种 行销非常厉害 我们的行销成本比荷兰要高三倍 所以我们的兰花 在欧洲基本上竞争不过荷兰 但是呢 基本是这样 我们还是想说要推一推 因为有一个花商 台湾人到 英格兰去弄了一个农场 种蝴蝶兰 还有其他各种兰花 我们就想说扮这个花 软性的输出台湾的软实力 台湾的蝴蝶兰很好 我们就写了一封信 我们就帮大使准备了一封信 写去给来金汉公的礼宾官 跟他说 台湾的兰花有多好 市场率有多高 品质有多好 我们这次为了参加这个花展 我们希望女王能够来参加 为什么要参加呢 我当然要放一点耳的上面 吸引女王来 为什么呢 我说我们台湾的兰花产销协会 我们台湾有原生种很多兰花 都寄生在山上 山壁 树上 那我们经过那个原生种 配种之后 我们开发了一种 一株兰花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我们想献给女王 英国女王 而且用伊丽莎白二顺的名义来命名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们会在国际兰花 登陆系统上面 用女王的名义去登陆 叫做Elizabeth Second 这样的名义 他们看了 有点狗 可是呢 女王总统要来或去 原总要出访到哪里去 她不会告诉你 她到底要不要去 因为有安全的考量 然后我们有写这个信 然后对方也 石沉大海 她也可能不会给你回信 然后呢 我们就透过 刚刚跟各位报告那个RHS Royal Heritage Society 这个英国园艺协会 皇家园艺协会 那个经理就是前一年 来台湾参加花博会 我就跟他拨钢琴 变成好朋友 他叫Stefan 满风趣幽默 跟一般典型英国人不太一样 对不起这个公开场 我要对英国人表示一点 注意 敬意 太辛辣的东西我不能讲 那他 我跟他 我们变成好朋友之后 我们就 2009年那一年吧 17 12倍 2009年那一年 我们就 保留 场地 因为 泰国的皇室 泰国每年 泰国的驻英国大使馆 都会参加这个花展 刚刚跟各位讲 英国会在 他们会在这个协会 RHS会在英国 全部17个城市 花园 公园 皇宫 那个草地上 担17个花展 这是一个最有历史 最受欢迎的 17场里面 也只有这一场女王才会来 另外还有一场 也很重要的人 比这个更多一点 叫Hamden Cold Policy 大家都知道亨利八世吧 娶了六个太太那个 她以前的皇宫 那一场是最盛大的 那个是在伦敦的南边 郊区 在Richmond那边 那这个是在市中心 所以 17万人 每年大概都17万 18万人来 一票难求 那女王要来 我们就先打底 跟白金汉公 礼宾关写了这个信 但是她没有答复 我们到底要不要来 我就透过这个经理 Stefan跟他讲 你帮我场地 前一年我就跟他讲 你帮我场地 放在那个什么 泰国摊位的附近 你要想办法 外交工作就是什么 台湾工作这么困难 你要发挥创意 你不能操面两个缸 或者说你要硬碰硬 你硬碰硬要人家选边站 大家一定选 现在的中国大陆 不会选台湾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逼迫你的朋友 去选边站 那很困难 国际县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很不同的方式 去approach他们 然后她跟我讲说 我说女王要来 她说我们帮你安排这个场地 我说放在这个泰国的皇室的旁边 为什么呢 泰国跟英国都是 甚至少数还有国王 国女王的 他们之间的历史的关系就比较密切 所以女王一般来讲 都会去泰国王室那边看一下 那只要她经过泰国王室 那个花园的动线 我也在附近 那我就机会就高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兰花的东西 我也给你做说明了 我在信上说明 第三个 我们有这个右衣 就是 我有一株花牙送给女王 全世界只有一株的 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女王的感觉一样 好 这些然后呢 当然我就跟那个经理讲好 他说 We'll wait and see 他就很保留 英国人不会跟你讲说 没有问题 英国人说 Lovely So interesting 就是没兴趣 英国人如果跟你 Oh very soft very interesting 那个就是没兴趣 保持你讲的内容 一点兴趣都没有 英国人就是这样子 他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是英国人 基本上就是比较内敛 比较保守 他不会轻易揭露他的情感 所以你刚去 如果说按照他的口语的东西来表达 去作为判定他对你的态度 那你会 你会俩功 你会觉得常常吃别 所以后来他跟我讲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这样子 他也不敢给你打包票 因为女王去逛花室 那个棚子里面六百多个摊位 外面还有一百多个摊位 是花园室 里面都是摊位的 那你也可以照景 有些是摊位 然后呢 在真正开展之前 前一天下午四点钟 是开放给女王 就像你是有钱人 我Prada名牌包刚出来的时候 限量的 我给呢 我当然要先给学看 先给这个最有可能的买家 或者你平常做的大买家 你的我的VVIP先看 门关起来 闭门的 只有你能看 你选完了以后 明天我再上市 卖一边 所以女王也是这样的道理 记者不能进来 只有花商跟我们一些外交团的 就是外交官员或者是大使馆的能进去 那女王进去的时候我就先去探看了 她进来动线 我不知道在哪里 看很多人跟在她的旁边 那个就是女王来了 我就去看她动线 然后拍照怎么拍 怎么卡位 我观察一段时间 我回来位置上跟张大使讲说 大使 等一下女王来 我们位置您站这里 花怎么送给她 然后呢 我位置先卡好 因为我只有我能进去拍照 我的同事不能进去 要不然如果当时能够录影的话更好 第一年我没经验 我就有拍照 所以呢 女王来的时候 我们就拍照 那卡位也卡好了 可是女王逛 在来之前的半个钟 她只来45分钟 大概逛十几个摊位 我们都没有把握 她到底会不会来 甚至像你逛夜市一样 我今天可能打算去吃 好大的大鸡排 或是库阿队 那个什么 火队啊什么的 可是我看到那里 有个突然的摊位 东西蛮不错的 大肠包小肠 我突然有心去 我就走掉了 所以你原来路线 可能就不走了 所以福建德 她花艺协会 也没有把握说 女王已经会来 即便她已经把我 纳到女王 原来要走的洞线 女王都是听到指挥 基本上白金山东 不太会有意见 那我第一点成功了 我第二年实随之位啊 我就造本再来一次 第三年再来一次 三年都成功 第二年送给凯特王妃 跟威廉王子一束花 那我们的花造景 就变成白色的教堂 用白色的蝴蝶来弄 第三年我陪 国会员团会来台湾 参加马总统的旧纸典礼 那是省旅群 省大使那一年 我就另外给同事 所以我等于基本上 就是有这三次 办了这三次 好 那后来呢 没有在这个照片里面呈现的 因为没有照片 为什么没有办法拍 我说女王跟我们玩了三年 没梗了 因为觉得 没太大意思 后来 我们办那样的花一盏 其实是要花很多钱的 外交部要出钱 可是外交部毕竟是外交台湾 不是文化台湾 不是观光局 不是农委会 可是那个钱都是外交部出一半 花商出一半 有时候跟外贸协会要一点 观光局要给杯水设计 二三十万 可是那个一个活动办下来 要三四百万以上 三年下来就没钱了 就没有办了 我甚至还发宏愿 我要在Champton Court Policy 办一个更大的 那个有一个水道 滑水道 弄一艘台湾的原住民的船 南宇那边的船进去 放在那个水道 然后有划船 原住民去划船 然后找台湾的音乐艺术 原意舞蹈 台湾的定时的表演 他给我们一个主题国的位置 长大概六十米 宽大概十五米 整个场地都是我的 可是那个钱要三千万 我第一年过 怎么可能吗 我三百万都要不到 我要三千万 结果连续弄两年 我想说Champton Court Policy 更多 更大的 更好的 后来明年弄成 后来怎么样 改型更张 更小本经营 外交工作就是要 要怎么样 无中生有 要行风作浪 明年没有的东西 你要把它说成活 死的东西说成活的 当然外交官 最重要一点 就是诚信 不能讲好话 但是也不能吹嘘过度 但是你要会懂得吹牛 总能怎么行销 因为我们是国家的推销员 所以新风作浪 就是说你从平时无法的元素里面 找到一个你可以切入的点 然后把这个点发挥到极致 让对方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这个兰花就是一个极致之作 我们后来呢 David Cameron 上台当首相 就是英国现在造成这个破欧的 还有这个苏格兰之前公投这位首相 他很年轻比我还小 是1918 1830年到现在最年轻的首相 他住在牛津附近 他的选区我也开始去看过 基本上世家子弟 但是呢 他的太太我们打听到了 我们通过国会议员 就打听 女王我们已经三年了 我们不要再玩这个 不要说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这个 也不要再劳驾女王了 这样真的也没有 真的是已经有一点长枯思绝了 我算在这样好了 我们新首相上台 我们来找首相夫人问问看 了解一下 我们就找了很多国会议员的朋友 他们助理 他们有他的networking 找到一个他跟首相夫人 关底唐宁街10号的 他的特助认识 我们就通过国会议员帮忙 然后跟他搭上线以后 就跟他说 我们这个兰花非常好 一样 我们又把他写了一封信 怎么样 多好 然后说我们想说 把这个献给您 知道您不会appreciate这个兰花 然后我们就 后来回应 正面的回应 那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同事 我们两个就 我就到唐宁街10号门口 跟警卫先讲好 约好 某年某月 几点几分 我也不货车 会载着这个兰花 因为那个兰花 那个架子这么高 然后那个兰花 一二十株兰花 然后摆起来很壮观 高大概有两米吧 两米多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货车 才能在 在那一处花进去 我就进去先把门房 这个警卫安全 先打点好 然后呢 我们测试时间到就进去 然后就把花 搬到唐宁街 首相府的关顶 门口 大厅里面 可能就在大厅里面 在等他的特助下来领花 这样子 那就连续做了两年 那一直到我回来 就没再做了 所以就是外交工作 就是说希望 透过各种方法 想方设法的 让台湾能够被看见 那2002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2010年 应该是09年吧 华航在伦敦 今年年底 他们又要重新复航 台湾的飞机 只有常人飞伦敦嘛 但是要在曼谷停留 接客 再飞到伦敦 华航在那个时候 我们台湾航权谈判之后 他们决定要飞伦敦 台北的直飞航线 可是经营了三年 就觉得客源不足 他们就宣布忍痛 就把这个航线停了 所以就是开幕的那一天 索航班机 这是张晓越 张晓越张大使在这里 张主纬 这是我 这是我们国会议员 三个 这是北爱尔来的来 北非要抗斯特来的 这是Law Falkenert 这个我们另外一个 中医的那个MP 他们的国会议员 已经退休了 那这是华航的工作人员 这是 你们看过 手航飞机 落地的时候要喷水 就像我们的船 要启航之前 有一个仪式 叫做直平 直平仪式 等一下我会看 我们也参加过 阳明海域有一艘船 手印之前 我跟张大使去看 在伦敦的东边 旁边的港口去参加 那个执品仪式 这是我们的华航 这是我2009年去参加乌克兰 去乌克兰参加ABRD 就是欧洲附近开外银行的年会 在乌克兰 这个场面很大 我们虽然是观察员 但是我们在里面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是希望说 我们台湾比如说 每年捐200万欧元 给这个机构 做很多服务 比如说给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中亚的国家 现在不能扩大到北非 给他们做什么呢 中小企业的 know how 怎么样做中小企业 台湾中小企业最强 所以我们找台湾的利基 运用台湾台商的能量 另外呢 台湾的ETC 到电子收费系统还不错 以前虽然有被诟病 但是还不错 所以很多国家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很多标案我们就找来 请我们台湾进去投标 或者是那个标案 就量身定造为我们台湾 量身定造 然后呢 我们的技术导入之后 我们的know how 我们的软体硬体都可以进入 将来这个国家的所谓的 电子收费系统 还有我们电子发票 它就必须依赖我们 所以电子发票系统 一台机器也不少钱了 所以我们财政部那边 电子发票系统 我们也帮了建构 还有还有所谓的停车 停车厂的停车收费表 还有这个电子 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站 都是透过这个系统来做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慢慢做农业 台湾农业很强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政府 虽然捐了两千万 两百万欧元或多少 给这个EBRD 这个国际组织 但是透过他有五六十个会员 要建构人力 甚至我们妇女父权 我们要协助妇女怎么样 从钟晓晶 开发妇女的能力 潜在能力 让她们能够自己出来 做企业主 能够能开发自己的能量 妇女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开 seminar 开这个工作坊 开训练班 帮她们培养人才 久而久之 他们就要依赖我们台湾的 技术经验 台湾的上级战就会打开 好 这个是 这个是乌克兰的女孩子 我想你们大概都出过国 你们如果在海外 你们也许都短时间停了 不过我们在海外 住的比较久 我在纽约六年三个月 伦敦六年七个月 加上念书 纽约大学 总共十四年在国外 我在台湾 不过才十年 在外交部之后 我们可以有很明确的感受 外国人看我们东方人 要比实际的年龄 我们看得看起来很年轻 可是我们实际上没那么年轻 他要踩我的实际年龄 恐怕要叫五岁到十岁 可是他们倒过来 倒过来 他们看起来是真的比实际的年龄 要老很多 但他们最漂亮的年纪 就是十八岁以下 这个青春浪漫的时候 是最漂亮的 所以女孩子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 九头生 十一头生 我不晓得 这个我们台帽中心当地的雇员 女孩子 你看身材这么好 这张照片我没有给我太太看过 不是故意隐瞒 是真的 照片拍回来就放着 然后就 我这次为了要这个来 我特别把它挖出来 从我这个几万张照片里面挖出来 这个是在基辅 是在Kiev 他们附近有很多洋葱式的东正教的教堂 就是这个 那这是基辅的市中心 市政广场 就在我们那个会场的外面 那这是胡志强去牛津大学演讲的时候 因为胡志强是牛津大学的校友 他妹妹一直住在英国 所以他去演讲的时候 我跟裴藏大使去和他见了面 好 这就是阳明海运 他们一艘船叫 我名字我忘了 守航仪式之前 我们去见证一下 然后这是第一夫人 中美卿 库库嫂 她我在那边六年 她去过 六年七月她去过三次 三次我都全程接待 从一开始 怎么录影 一开始很不喜欢 都关掉好了 关掉好了